再來要看到的是同樣也是受到關注的大直民宅 從他縣發生到現在超過了半個月時間 但是北市議員再爆料 早在大樓下縣的前三天 其實就已經知道了超過監測的警戒值 但是基泰建設公司還是堅持要繼續施工 讓議員痛批根本是草菅人命 北市府勒令基泰要在25號執行拆除圍樓 但是沒有想到的是 基泰的拆除計畫書太過簡陋遭市府退回 超市一出讓受災戶們無法接受 基泰工人執行拆除準備 大量吐石從樓上往下掉 但大直街受損建物 卻和號稱結構安全無餘的鄰近房屋 兩邊間隔的防火箱 地板嚴重傾斜 鐵欄杆更是變形扭曲 一限資格 旁邊就是現在安全無餘可以住的房子 但北市府熱令基泰建設公司25號 拆除圍樓 但現在卻傳出 拆除計畫書根本不合格 遭到市府退回 讓居民更不信任基泰 當然不放心 第一次的坍塌 塌手負責的態度 我就覺得根本不負責任 沒有 我們就在旁邊 它一動我們那邊整個線下去怎麼辦 它大概都是一般制式範本 跟現在這個圍樓要拆除 實際的情形有些不同 要求基泰建設重新擬定 北市府育窟12個工作天才能安全拆完 恐怕要再度疏散附近居民 但北市議員陳怡君再爆料基泰 早在建物下線前三天 已經知道超過監測警戒值 卻依舊繼續施工 前三天監測數據 首度曝光幾乎全部超過警戒 支撐的H鋼更是凹陷變形 安生立命的家 卻成了這幅景況受災戶 如今只想知道何時才能回家 接著我們下黃偉才 看不到